最近在网上刷到一个鼠人管道的视频 有很多的流浪汉就住在那个管道里面 还不用交房租 特别的惬意过着鼠人的生活 现在咱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昨天从佛山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 到达了这边 但天已经黑了 今天白天的话过来看一下 人好多啊 全是大网红 这些人就睡在这个管道里面 然后这里的话 还有做饭的锅 矿泉水 刚刚在这里吃完饭了 几个菜啊 就一个菜啊四个人吃 到位到位 兄弟们招工呢招工呢 有没找工作的 过来这边 公家美丽啊 招工啊 看见没有 你要不要找工作啊 有什么工作做的 经常打螺丝啊 经常打螺丝啊 对16到18一个小时 对差不多 看你做什么 董大长 休息的话是给你想还是给那个班长讲 休息怎么休息啊 我休息的话是给你想 你要休息你是要请家吗干什么 正常休息啊 什么正常休息啊 不是有休息吗 什么正常休息 你说什么正常休息啊 太累了休息一天 没有没有 没有 太累了休息一天拿了不累啊 你那个你有你 每天都上12个小时太累了 他如果说确诊规定的8个小时下班 你谁买下班 我就找人都不 那无敌也就算加班了吗 可以不加班的吗 所以谁跟你讲可以不加班的 哪个给你照顾都可以不加班的 哪个给你照顾都可以不加班的 哪个给你讲可以不加班的 哪个给你讲可以不加班的 你你又去找哪一个 哪个说可以不加班 我先亲自吗 不行 如果你喜欢那不来算购物 你可以去 我说的 我说的 好了 可以帮你个忙吗 好 嗯 我手机快了 然后我里面有几十块钱 是拿不出来 然后我要去找 这条账牌买 赚到钱 就是手机 帮我送一下微信 送一下微信 我把那些钱转出来 可以 悲剧了 北漂小夫妻摆摊卖考场第三点 被城管收了摊子 太难了 太难了 车都不见了 哎搞不下去了 哎呀 刚摆摊第三天 哎呀这城管的车是不要了吗 把我的车拿走了 他这车是不要了吗 不要的话我开走了哦 黑心老板 让我们觉得安全 黑心老板 让我们觉得ان权 黑心老板 让我们觉得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